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主持郭靖彤 9月初 華為發佈了他最新的三接手機 Mate XT非凡大師的設計 揭起了2024年華為和蘋果的一次激戰 而這次激戰馬上高下立見 去年華為重新振作 捲土重來修復失地 甚至再榮登中國的手機排行榜 我們都感覺到非常爭氣 非常鼓舞 而今年有個很強烈的信息 就是孟晚舟突然出現了 在這一重的公關宣傳活動上 驚鴻一眼的出現 絕對不是檀花一眼這麼簡單 發放了很強烈的信息 給西方的集團聽 你弄不走孟晚舟 如今他就到來 你也報復 現在到華為 弄死你蘋果 而此事跟非凡大師華為請劉德華來做代言人 有莫大的關係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 稍後慢慢跟大家來報導 到底世餘破竹的華為 到現在這一刻還未正式發售的時候 他那個受歡迎程度 預訂程度去到哪裡 而且他的炒價 一度炒到五萬 六萬 九萬 最新的數字是去到多少萬呢 亦要跟大家來報導 今次蘋果暗言失色 到底西方的媒體 用什麼角度 跌落地下也要拿回沙 結果就被西方的所有人炮轟他 輸了也不承認 不思長進 活該有這樣的下場 這些言論是西方人說的 而同時華為如何和如今勢頭醉盛的黑神話 悟空這個遊戲影視作品如何互相廢影 稍後就會一一為大家報導 在節目開始之前就由我做一點呼籲 新潮民就會在未來的11月20日至12月2日 就會搞一個為期十三天的東北之旅行程 由於我們中國東北在我們新中國成立之後 卑於為共和國的長子 所以今次的東北之旅 如果喜歡歷史或軍事的朋友 就千萬不要錯過今次的旅程 今次的東北之旅 是包含大量的歷史和軍事要素的一些景點 而我亦都會在這條片的最後十多分鐘之後 播放一個行程介紹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先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聯絡潘小姐來查詢行程和報名 當然你也可以看我的片尾 最後十多分鐘的行程介紹 再WhatsApp過去也未遲 在現在香港樓價下的店鋪也失去人流 很多老字號百年老店紛紛離場的時候 我們哪裡可以找到一些人流保證 需求保證的地區 能夠以房產做一些低風險 夠穩定的投資 而同時可以獲得一定的租金回報 受惠於亞洲 以至到歐美 尤其是中港台三地 龐大的旅客 日本大阪這個地方 面對龐大的住房需要供不應求 所以開放了民宿經營 來照顧龐大旅客的需要 入門門檻比香港低 二三百萬左右 已經可以進入一個非常好租的民宿 而且租金回報也可觀 每一年的租金回報 扣除所有的集項 五六離絕對不是問題 這次新潮民現在籌辦了一個大阪考察之旅 在10月3日至10月7日 五日四夜 親身去了解當地的買地 建房 和民宿經營的做法 最重要的是自己親身去感受一下 那裡龐大的人流衍生出來的商機 然後再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房產組合 而同時 另一半的旅程也會帶大家去吃喝玩樂的一番 吃最著名的蟹道樂 安排了大家去這個G20外長峰會 都要去進行國宴的料理 以及著名的日本神戶牛 火鍋和燒肉等等 景點方面也都安排了大家去這個內糧 去餵下鹿仔 去大阪城公園 甚至去深齋橋 杜頓駟這些旺區 去逛街購物 這個團所需要的費用 只是大家出回自己的機票和酒店就可以了 而沿途吃東西大家都去自費 我們沒有收大家的團費 但是由大家到機場的一刻 由名車接送 和當中的安排和帶領 都是我們送給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 然後聯絡這個電話 6031633 6031633 Whatsapp我 只是只接受20人 在今次的片尾 在完旅行介紹後 也有大阪考察之類的介紹 大家可以留意片尾的片段 詳細了解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事不宜遲 現在就為大家報道 在2024年9月 迎來了科技世界最激烈的一場戰事 而這場戰事就是華為壓倒性的勝利 可以說得是 iPhone、蘋果今次的戰果實在是慘不忍道 現在為大家說的就是 首先 這部三折機 揭起了怎樣的浪潮 他怎樣有他的理程和代表性 如今的炒價去到哪裏 有多少人已經 預訂預購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在今次的公關活動中 我們終於看到 華為公主孟晚舟出回來 配合今次的公關宣傳活動 雖然是一個不經意的 壇發一言 驚雄一言 震驚全世界 亦都是一個非常強烈的訊息 強烈的信號告訴美國 如今 他的出現就是來報復 在這三年的屈辱 你弄不死我 這次如今我弄死你們的蘋果 而這個報復的公關行動 居然和劉德華有莫大的關係 大家不想知道 開始跟大家講這些內容 話說 什麼時候我們開始聽到華為有這個三折機 這部三折機叫做Mate XT 非凡大師設計 是一個三折的手機 這個三折的手機 我們剛剛聽到的時候 就是在本月九月初 而在九月初 在九月初 在七日 九月七日開始公佈的時候 直至二十四小時之後 到九月八日 預訂的人數馬上 就已經有二百三十三萬人 告訴大家預訂 就不只是手指 要付錢 二百三十三萬人預訂 接著去到九月十一日 那幾天之後 預訂的人數 就已經去到四十九萬一千人 然後在十一日的晚上 甚至人數去到超過五百萬 超過五百萬 接著去到九月十二日 即是公佈一個星期 十二日的晚上 人數已經超過五百七十萬 那自此之後 就不再數下去了 因為只有雨日來驅增 這部三折機 在全國都大力地去搶購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代表性的一部手機 那就是深圳那邊的門市 都有消息走出來 就是已經訂購了 已經預購了一百六十萬部 如今就未正式可以拿機 九月十九日就會正式結束預訂 而九月二十日就會開始發售 即是如果以它發布九月七日 到九月二十日足足就兩個星期 但是華為和蘋果 在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最主要的發布大會就是九月十日 九月十日就是華為和蘋果 打響頭炮的初戰 但是其實華為還未正式發售 蘋果已經在九月十日開始賣機了 即是簡單說 華為去到二十日才開始發售的時候 足足讓了蘋果兩個星期 這些在這個足球界就叫做讓兩球 那麼有沒有因爲這樣而被蘋果成功轉到這個空檔 等人家一股購物的熱潮購物的慾望 上到頭的時候 買不到華為而因爲買蘋果 是沒有的 華為和蘋果這次的戰士 可以說得是 即是華為壓倒性的勝利 蘋果就真是黯然失色 那麼到底這部三接手機 當中有什麼理情 有什麼代表性 大家都知道 就是它三接嘛 西訊第一部 也是華為出的第一部 但是不只這麼簡單 當中包含了很多信息在裡面 在研究這部手機之前 最重要就是說 上年華為經過了幾年的沉寂之後 再一次爭氣 榮登中國手機榜第一位 憑著去年的Mate 60 Pro系列 震驚全世界 強勢回歸 但是有一點美中不足的 就是我們看不到孟晚舟小姐 在這樣的捲土重來的時候 有出來一起去贈慶 因為畢竟孟晚舟 都是被美國惡意 來混了幾年 這個屈辱到現在 還沒有正正式式地 以她的名義 來報復 但是到了今年 2024年的9月 我們終於看到孟晚舟小姐 就在華為蜜羅緊股發佈之前的一輪公關宣傳裡面 她就表現了一個很不經意的出場 這個不經意的出場 看似不經意 其實驚雄一言 雖然知道我們這部三節手機 Mate XT 非凡大師 就請了劉德華 來做品牌大使 品牌代言人 去年那部也是 非凡大師設計 就叫做 Ultimate Design 寫在機身上 劉德華 在9月5日 就正式宣布她是這個 再一次是這個華為的 非凡大師 品牌大使 而9月7日 劉德華華仔 就在廣東的深圳 開她的演唱會 在9月7日開演唱會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這個時勢來得剛剛好 因為她一方面自己開演唱會 二方面很多人一定就會同時 合併討論華為這部新的非凡大師 三接手機 可以說是互相揮影 但是特別的一刻就來了 就當華為的華仔 演唱會的途中 突然間她就向了台下 因為觀眾給了雙手的心心 而給雙手的心心 同時 演唱會的拍攝團隊 也把鏡頭射到觀眾席裡的其中一個人 這個人非常低調 沒有化妝 戴上了龍膚帽 但即使如此 所有人都認得出 她就是華為公主孟晚晚舟 結果攝影師捕捉到孟晚舟 在台下低調地聽演唱會的時候 就在演唱會的大銀幕 看得到孟晚舟在聽演唱會 當大銀幕拍到她的樣子 她知道她自己被拍到 也都以這個雙手的心心 來到回敬劉德華 回敬所有觀眾 所有觀眾同時大聲來喝彩 雖然這樣看似不經意的出現 可能很多人都說 請到劉德華來做品牌大使 劉德華開演唱會 當然會請華為的人來看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所有動作都一定有她的深層含意 尤其是在九月頭 這個如火如荼的時間段裡面 這個時間段就是密羅緊固 來為華為作出發佈和宣傳 來再拼蘋果十六 所以每一個動作一定有她的含意 看似不經意 但其實是一個很強的訊息 告訴所有人 孟晚舟依然押納不到 美國弄不香孟晚舟的時候 孟晚舟如今 就跟華為一起來整瓜你 是一個很強烈的訊息 而這個訊息 就在華仔唱獨自去偷歡的時候 來到出現 不知道是不是夾定 但是呢 就份外添了一層喚味 彷彿好像孟晚舟獨自一個人 獨自去偷歡聽華歌的演唱會 就被人捕捉到這樣 想當日2018年 華為受到制裁 制裁的攻勢底下 華為難以再生產高端的手機 在手機市場在中國跌出十名之外 面對這樣的打壓 終於在幾年間捲套重來 2023年終於爭回一口氣 重獲這個手機榜上的第一位 即使在2023年 西方媒體有珠般的流難 和不停的抹黑 又說晶片是用不到的 用到中途就會壞 又說它不可能生產到這麼多7納米的晶片 一定是去到中途就會停產交不到貨 如今一年過去了 沒有事沒有幹 完全交到貨 甚至來自美國 日本 韓國的專家 都分別說要拆開手機 慢慢驗結果 整部手機裡面 所有零部件和晶片 都是中國製造 他們一次都沒辦法不承認 就是因為華為的爭氣 導致蘋果 踏入這個尤其是2024年的這兩季 蘋果手機iPhone 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只佔14% 已經是大跌了3.1% 而且還不斷地跌下去 美國的Bloomberg 彭博更加形容到 就是蘋果十六 接下來的這部十六手機 亦都難以揭起搶購的熱潮 而所謂的蘋果 有新的蘋果人工智能 這些功能 可以說得是 雷聲大雨點少 沒有任何效果 尤其是所有人都知道 來自西方世界的人工智能 如何能夠在中國來應用 這件事根本不可能 所以這次絕對 到了2024年之後 2023年就是卷套重來強勢回歸 2024年更加是實力肌肉的展示 這部三折手機 當中吻含了非常之強大的意義 可能大家表面上 就是見到這個世界第一部三折手機 以及第一次有手機去到這麼大隻 這樣就不是這麼簡單 當然 這個是絕對是華為和手機歷史裡的一個里程 這個世界上第一次有三折手機 而且目前來說 這部手機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機 除了最大之外 也是最薄的摺機 它的薄的程度是去到哪裡呢 它的薄的程度就是 相當於去年那部二折手機的厚度 即是它如今三折都可以做到去年的二折手機的厚度 順帶一提 去年的二折手機請了誰來做代言人 就是請了謝霆鋒 所以又請劉德華 又請謝霆鋒 其實我們香港還有很多價值 只要我們懂得很好發揮的話 我們依然能夠備受重視 所以我們其實大家都不應該再妄自飛鋒 但是一定要增值 以及懂得運用自己的知識技能 做正確的投資 這部三折手機就出了三個版本 三個版本分別就是要容量不同 由19,999到21,999 最貴最高的容量就是23,999 即使大家可能覺得 如果有三個屏幕的話 就等於三部手機 三部拼在一起 都不算太離譜 很多人買摺機都用這樣的概念 但是如果大家覺得 扔下23,000 即是我們換算港元來講 25,000左右 扔下25,000就有機 大家就真的覺得太理想了 因為如今的炒價 一開始就去到5萬 一度就去到9萬 如今最高的炒價 就傳出有人是22萬的港元 都要擁有一部 現在官網那邊說得很清楚 市場出現了很多這些黃牛炒機的價錢 大家要買機都是用官方的途徑會好些 整個9月華為都是用很強勢的公關營銷手段 來鋪電這部三折手機 手機今時今日已經不再是功能那麼簡單 功能是一回事 亦都是非常重要 亦都是身份的象徵 而且手機界有一件事 就叫換機潮 雖然什麼叫換機潮 市場上有很多新的手機 主要的手機 就每年可能出不同的版本 換機潮這件事 就是一樣 平均每個人拿著一部手機 可能都會用藥肝的年份 有傳 這個換機潮就是在說4至5年的 亦都是說3至4年 但如今市場一致認同 就是未來的換機潮就是在2025年 所以如果華為在2024年年尾出了這部 三折手機 排隊來的話 得到這部手機已經2025年的時候 剛剛就進入了所有人的換機潮 也是新一年的開始 所以可以說得是非常之有代表性 如今華為的專門店全部門市 都如人海一般 插針都插不入 今次這部三折手機 能夠以三個屏幕來呈現於世 它的屏幕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張開是可以去到10.2英寸闊 其原因是因為經過研究下 中國也非常明白 就是中國有很大的市場 中國有十幾億人 人們在手機上流年的時間 已經越來越長 人對手機的依賴也越來越大 所以就是越來越照顧自己觀賞的舒適度 不只用來作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亦都作為工作 手遊、遊玩 甚至是生活上必備的工具 尤其是在內地生活 所有東西都是用互聯網網購 網訂、網約 無論是衣食、住行 都可以用手機和這些超強的 例如微信APP來處理 所以手機這件事根本 就已經變成了人不能劃滑的一件事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 以前有個觀念就是 手機這麼大部 攜帶不舒服 所以就不買 現在手機是 你預計就要必要的 而且戴著一大部手機這件事 已經人們適應了很多年 所以這部東西再大一點再重一點 都沒有問題 最重要就是用得來的時候 小又小用大又大用 一張開的時候 可以照顧到自己 有各種不同的需要 最主要就是很多人要看劇 打下機 如果工作的時候 三接的手機 甚至可以出現三個版面 作為三種不同的功能 可以一邊 例如看一些指數的上落 一邊進行聯繫 以及一邊去看資料都可以 華為的余承東 在發佈會上 講了一些非常有意義的說話 就是為什麼這部非凡大師叫Mate XT XT代表了什麼呢 這個T代表了三層的意義 余承東說這個T代表了首先 技術的頂班 如今華為這部三接已經是手機技術的頂班天花版 第二 製造熱潮 T代表Trend 第二重意義就是帶領潮流 而第三個意義 當然就是回應這部手機的三接 所以這三個T代表就是英文字 取其 頭的T字 變成了華為Mate XT 講到這裏的時候 講到這裏的時候 很明顯 令到歐美世界都非常震驚 而且一會兒講另一件事 亦都令到歐美世界 不能夠不視和漠視這部手機 即使蘋果做鋪天蓋地的宣傳 都令到人家的焦點 就放在我們華為的三接機上面 講到這裏呢 大家發覺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華為的手機 首先的型號叫Mate XT 上面非凡大師 就不是寫中文 寫了這個Ultimate Design 是寫英文的 就取代了昔日的Porsche Design 因為昔日呢 華為的這個最高端 就是以這個保時捷設計 保時捷跑車 如今就不需要保時捷 直接就是非凡大師 Ultimate Design 跟著 XT這三重意義 亦都是坐英文字 網上就會有些宣文 就是一些狹窄的民族主義 就會說 為何有這麼多英文字 彷彿呢 就是用英文 在他們狹窄的民族主義 就是不愛國 甚至是賣國的意思 為了這件事 其實就不需要照顧他們 因為這些宣文 或者網上那些罵聲 都不會是光顧的客人 那以這部手機為例 中國十四億人 如果一百個人 有一個人來買的話 都要一千四百萬部 再乎華為 可不可以交到一千四百萬部貨 所以在高端的世界裏面 除了在國內要有代表性 要受到追捧 也都要揚威海外 這些才是真真正正做到 說好中國故事 吐氣揚眉的表現 而不是狹窄的民族主義 難道手機的型號 要轉甲月秉丁嗎 而其實 一直以來 我們現在說 都是這部三折手機 那到底是叫它三折手機 還是叫它可折的平板 其實 在設計這部手機之前 在發佈之前 其實都增持了很久 話說 如今這個非凡大師發佈 余誠東說 改變了整個行業的歷史 改變了手機界的歷史 既是手機市場 亦是平板電腦市場 曾經一度就是 到底宣傳那一刻的角度 究竟叫它做三折手機 還是叫它可折的小平板 到底哪樣會好些 最後都決定 這個三折手機會好些 也有些人取其諧音 就是說 這本本來就是一本小紅書 因為它其中一個色系 就是我們傳統中式的組紅色 一本小紅書 如果打開了三折 就變成大紅書 那大紅書又會變成了 怎樣的形態呢 亦都有生動的描述 彷彿就好像奉天成雲 皇帝趙約的一本奏折 一件穿起龍袍的皇帝 拿著一本奏折的時候 剛剛就彷彿好像拿著 三折打開了的華為手機 就是這樣 因為這隻紅色再配華為機殼的金色 就非常有中國的味道 而且有中國味道得來 不會老土 紅色配金色 整個例子風 本身聽起來很容易老土 但是這個設計 就令到它非常有中國的味道 再配上華為獨有的那個鏡頭 那個八角形 就彷彿就好像中國的八卦一樣 用八卦來克制這個蘋果 蘋果十六 因此如今蘋果 在9月10日發佈了這個蘋果十六手機 面臨在中國市場恥辱性的大敗 再一次提醒大家 在9月10日 兩家手機的巨頭 都同時發佈自己最新型的手機 蘋果其實在9月10日已經開始 來賣它的蘋果十六 但是就在北京三里團的蘋果旗艦店 就看到一個現象 就叫做灌溉滿京華私人讀潮水 但見北京的三里團蘋果旗艦店 只有小貓十幾隻 而這些小貓十幾隻 還要不是在手機的櫃檔那裡 是在平板電腦和其他產品的區域上面榴槤 但是在另一邊 華為王虎井的旗艦店 卻人頭湧湧 如冠地湧入專門店裡面 插針也插不進 原來這班人他們全部 不是就這樣walk in 因為他們全部都要在網上 預訂線下預訂名額 才可以有資格排隊余冠來湧入去 即是說 在這個線下的名額預訂 其實短短一天就已經完全派發了 要拿醜的話就明天請早 甚至有人拍到 連在北京三里團 蘋果專門店的蘋果員工 穿著蘋果的制服 都忍不住去到華為店裡 趁熱鬧 來去攻可一番 所以說的是恥辱性的大敗 原因是蘋果實在養尊處有太久 他真的還以為自己依然是大佬 不思掌盡的一部手機 面對慘痛的大敗 蘋果賣機 已經被華為的正式放售 是早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也都難以鬼暑地佔到這個 並沒有因為這樣而導致 那些人有這個換機潮的時候 就一股熱血 就去換了一部蘋果先 反而正如我剛才的報道 蘋果的市佔率 其實是每個季度不停地下降的 這個我們就叫做一個品牌影響力的下降 亦都是華為和蘋果品牌影響力的一個角力 讓它兩個星期也是華為自信的表現 彷彿在足球場上讓人家兩球 西方的媒體如何在這件事上 在這裏面跌了地下都會拿回紮沙 雖然知道如果是不知道和不友好的國家 他們就會誤報到華為這部新手機 要很多網路和科技發燒才會知道 他們很多地方看到的就是蘋果鋪天蓋地的一個宣傳 而這些宣傳都是廣告和公關的藝術 關於這部手機有什麼體驗和新的功能 其實就是乏善可塵 西方媒體如何跌落地下拿回紮沙 就形容到華為這部手機 就是怎麼說 它也是在沿用中 計這個Mate60 Pro那時候的7納米 晶片的納米上面 彷彿沒有進步地說 大家發不發覺 就是講了這麼久的這個三接手機 其實多地的宣傳都沒有把重點放在晶片上面 沒有人說過這個晶片有什麼新的突破 沒有人說過這個晶片是否在中國全部製造 彷彿沒有人 重點再放在晶片上面 就放在這部三接手機的這個用家體現 因為這個就是新的潮流 這個也是最重要的東西 這個就是蘋果鑽牛角戰不思進退的東西 用家根本就不會理你 17納米晶片也好 10納米晶片也好 總之如今我拿著手機 我用家的體驗 我才是最實際的 我管得你的蘋果 2納米也好 3納米也好 總之我拿著這部手機 我一點進步的感覺都沒有 有很多用家就說到 其實如果不是他習慣了蘋果的系統 其實他自己由第10代 用到現在第15代 他的感覺都沒有什麼改變 去年的蘋果15 被Tesla老闆馬斯克 就說他純粹的鏡頭好了一點 有什麼大不了 要用一代來做這個改變 那這次蘋果16有什麼 就是鏡頭又好一點 但是呢 這次黃因浩蕩給你多個按鈕 就說如果你用鏡頭拍照上面多個按鈕 會方便一點 這樣又一代了 當然了 Tesla馬斯克批評蘋果的同時 他也批評自己 因為蘋果也好 Tesla也好 這些都是自己覺得自己做了太久了 就不知道他已經漸漸適應不到市場的競爭 開始不思進取 開始吃朵了 吃老本錢 無論你7納米也好 10納米也好 總之如今就拿著這個華為的三摺手機 就覺得非常之好用 各方面都超越了你蘋果 這部也是全世界最薄的摺機 這麼薄的時候呢 其實你不要說晶片 只是裡面的所有零部件 裡面的晶片環組 都要做得非常非常之薄 一部手機呢 不是晶片大曬的 一部手機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科技 例如說他部摺機 有這個防水的功能 要摺機又要防水 是本身的難度非常之高 只是摺機這個科技 你蘋果呢 不是不做 他們有藉口的 其實你根本就做不到 手機的電池 和手機的散熱系統 這些都是科技所在 能夠做到 攤開三摺之後 這麼薄的一部東西 裡面每一個科技 技術河浪都非常之高 就是一個只顧著轉牛角尖的 iPhone 15 或者iPhone 16 無論上一代和這一代 難道會因為晶片呢 納米小一點 用家就會用起來 覺得爽一點嗎 因此連西方的媒體 CNN也都有這樣的報導 CNN的市場調查機構 Counterpoint Research 都說由今年的4月開始 華為的影響力 在中國的市場 已經嚴重地打擊了 蘋果在高階市場的表現 除此之外 就是 為什麼西方這麼多人 會追捧華為這部手機呢 就是這樣的 我剛才說了 很多西方的地方 他們是不可能 華為的宣傳去到那裡 他們只是看到 就是蘋果 鋪天蓋地的宣傳 但是很多科技發燒 有 尤其是美國有很多陰謀論人士 他們經常會覺得 政府會監察他們 所以從去年開始 他們已經非常追捧 華為的雙衛星功能 通訊功能 這部手機 因為可以打過 美國的網路監察 而今次 他們也追捧這部手機 他們說 這個衛星電話 在最重要的時候 最重要的關頭 就可以打到電話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美國有很多地方 網路並不是太好 跟我們中國是不同的 還有 就是 有一個數字 嚇驚了 美國那裡 就讓廣受關注 因為他們很少看到 一部手機可以賣到 2800美元一部 那就是我們 這部手機 是以人民幣 2399來算的話 美國那邊的手機 出現的是 美元的數字 在新聞 就要搶300 新聞的時候 就說 中國出了一部手機 賣成2800美元一部 嘩 比蘋果還貴 為什麼會這樣 這件事很吸引眼球 然後也看到 原來也是華為的產品 有雙衛星功能 美國那邊的科技發燒油 很著重這件事 還有 就是 如果說到接機 其實西方的科技發燒油 深深清楚 三星有這個接機 華為有接機 而蘋果根本就沒有 蘋果的藉口 現在告訴大家 蘋果就是 我們有蘋果平板 有蘋果Pad 如果蘋果Pad 我們手機又出接機的時候 影響了我們那個 平板電腦 那個市場 那個市場 說出來也有點合理 但是其實這個是他們的藉口 所有西方的科技法師都說 你做不到就做不到 不要那麼多藉口 你看看人家 三星都有 現在華為都有 華為來說 如今出這個三接 就不是冒盡這個表現 因為其實在此前 華為的公司已經有十餘個款 它是有接機的了 所以接機科技對他們來說 無論它是正接或者反接 它都掌握過 科技是非常之成熟的 而西方那邊 那個科技發燒友 他都指到了 蘋果不思長盡 你已經遠遠脫離了 當年Steve Jobs的宗旨了 這個非常之尖銳 是西方那邊的發燒友所說 為什麼在2007年 當年蘋果手機可以 為這個手機市場 帶來一個震撼的原因 就是一位Steve Jobs 完全就是以用家的角度 來設計他的蘋果系列 任何一個產品 都照顧到用家最基本的需要 站在用家角度 來如何研究和操作 但是 到他離開了之後 獨大了蘋果一卻不思長盡 只是在吃蘋果老闆 尤其是近幾個年代的蘋果手機 完全沒有任何改變 換下顏色就說改變 相機做得好一點就說改變 華為那邊相機不差 雖然蘋果那邊就說 這部新的iPhone 16 這個相機 就有一些他們所謂的黑科技 有些圖像 那些形狀管理那裡 就會有他們那些人工智能在裡面 但是其實華為 就沒有強調到這些所謂的黑科技 但是華為是和 和Leica合作 這部手機也都是解像度和科技 含量非常之高 他拍照絕對不會差過蘋果這部手機 所有人都說 根本你Tim Cooks 就只是在這裡吃老本 一天在這裡的時候 遲早就激到 Steve Jobs翻生了 來到去扮他 Tim Cook先生已經遠遠 脫離了 當年Steve Jobs 創立這個蘋果的宗旨 奈何這些西方巨企 彷彿就在這裡玩一件事 就是認為自己還可以 以這個品牌主導的營銷 即是說 一個市場的行為和他的傾向 就是以品牌發佈來去主導 品牌告訴你 而今年要買些什麼你就買些什麼 今年流行些什麼就流行些什麼 但是他忽略了 手機市場 已經變成一個市場主導 功能主導 用戶體驗主導的一個界別 就不是你當年蘋果 和現在的Tesla 能夠做得到品牌主導的 只是在中國這個市場 已經在這個用家體驗上 功能上 輸了給中國的手機 還有 我們中國還有手機界 一顆核彈 我們還未出的 就是其實之前吹風吹了很久 就是若然有一天 中國的微信 突然之間 不再和這個蘋果來商用的時候 在這個兩個取捨底下 所有人都會選 微信 而不會取 蘋果的 但是這顆核彈 雖然呢 之前呢 就在新聞媒體 和這個世界討論 吹風吹了很久 當然啦 我們中國的官方都說 這些只不過是誤解 什麼什麼 iOS系統 雙容不雙容等等 但是其實這些呢 我們就叫做 試水溫 就是試試市場的反應 你說它有心有好 無心都行 最緊要呢 就是這個話題曾經廣泛討論過 所有人都得出來的結論 就是一致認同 中國人是不可能為了蘋果而放棄微信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顆手機界的核彈未出 所以對蘋果 距離市場佔有率 市場影響力呢 是非常非常之受到重擊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這部新的手機 就是拿來做事也可以 生活也可以 最緊要很多人呢 就拿來打遊戲 有些人呢 如今呢 就拿了這部新的華為三接機 再配合一些遊戲的操作把手 放在兩旁 將手機放在中間 就變成了一個大的手提式遊戲機 就打得不亦樂乎 打的是什麼遊戲呢 不是別的遊戲 就是現在世界上最火爆 最多人討論的黑神話 吳空 這個黑神話吳空 就大家理解他成為一個 高端的歌影視 加娛樂作品就可以了 因為很多我們新潮民的觀眾 可能始終都是年紀比較年長 一聽到打遊戲兩個字 都是覺得一些不上道 不是主流的東西 如果理解科技這件事 就純粹知道它是一個高科技的作品 就可以了 那就暫時放下自己的成見 黑神話吳空這個作品 將中國的文化輸出 令到所有人畫得不亦樂乎 令到西方追捧中國 令到台省那邊的不肖子 都反過來說他們的陸營政府 支持中國做到好的事情 是一個很強的文化輸出工具 這個文化輸出工具強到一個情況 就是美國國安甚至要做事 就說中國用這些遊戲機 遊戲機作品來輸出文化 影響人心 真是的 美國國安做事 現在華為的這部三節機 在玩這個黑神話吳空 有多大件事呢 就表示這部手機很厲害 因為這部黑神話吳空這個遊戲 不是一般的電腦可以玩得到 要很高級別的電腦 換算的速度很強 他才可以玩得到 即是表示這部手機 他的那個級別 容量和換算速度是非常之快 所以能夠玩到黑神話吳空 這個是一個實力的代表 絕對不是陶具三節的外形 那麼簡單 黑神話吳空是一個很強的文化輸出的作品 你當他一部電影也好 電視劇也好 因為他接下來真的會有電影和電視劇 中國的懷疑兄弟已經密謀 將這個黑神話吳空的遊戲 改編成電影 或者改編成電視劇 甚至連西方的科技巨頭馬斯克 都不禁要稱讚這個黑神話吳空 將自己的樣子 用這個人工智能套進去 那個遊戲的主角天命人的臉上 而且套進去 又真的幾為超為妙 說到這裡 又要再一次提醒 什麼不是美國國安 就說這個黑神話吳空是文化輸出 是隨時會侵犯美國國安要做事的嗎 那麼如果馬斯克 讚這個遊戲 甚至把自己的臉 換到這個遊戲的主角上面 那麼美國國安為什麼不做事 其實美國就是一個這樣的國家 誰有錢誰就說事 美國的保護主義 就跟民生和經濟一點關係都沒有 總之 民生經濟 科技巨頭有 他們自己做事 政府那邊 和民主選舉 就不斷 一日到刻 就找一些旗號 來大炒大鬧 這個就是美國的民主 的媒體如今 紛紛都不停盛讚這隻黑神話吳空 不是因為他們節服 不是因為他們認識英雄做英雄 不是因為他們之需 而是因為他們不敢譯大眾的意 因為大眾人都追捧著這隻黑神話吳空的時候 有所有遊戲界的大家 都在支持這隻東西的時候 如果美國的媒體 暢反調的話 只要需要多幾錢重 所以 在需要人流支持 流量底下 他們必須要附和大眾 就贊這隻遊戲 但是所有遊戲界的人士都說 你根本就是虛偽 歐美的媒體你們虛偽 因為你們為了流量 才附和大眾 你們根本就是政治上腦 你從來不會做這些事情 還有 面對著黑神話吳空 有個西方世界的IGN 這個遊戲審託機構 是一個很荒唐的機構 就之前說這隻遊戲不夠廣泛 就說太過民族主義 就要加多些同多跨主義 同性多性人 裡面才為之 夠多邊主義 就被 不用我們亞洲這邊 西方那邊的人都插到他飛天 結果IGN追捧的一隻遊戲 同時間推出的叫Conquered 的遊戲 就無人問津 都是很重本的猴之 完全沒有人理 反之而言 悟空就大受追捧 所有人玩悟空之餘 都大插IGN這個機構 插多幾棍 如今連IGN都要跪低 跪低來去讚悟空這個遊戲 也被人說過虛偽 就是說 永遠不會忘記 你對黑神玩悟空這個遊戲的 不可以當作無論 你現在的 可以當作無論 總之 今後你IGN支持的任何一件事 我們都立刻畫了一個等號 就是不用管的東西 所以 如今華為這部手機 就和 黑神話悟空這個遊戲 互相揮影 一起來到揚威海外 這些才是真真正正正做到 說好中國故事 令到四夷折伏 當所有人 都開始對中國另眼相看 喜歡中國 知道中國有很多好東西等著他們 來到他享受的時候 自然萬邦來朝 再一次 有我們歷史昔日的光輝 我自己 都算是一個大中國主義的人 因為我很希望 我們中國 可以好像歷史 漢唐盛世一樣 又或者 我們的經濟 能夠在唐宋年間一樣 都是這個世界之冠 我們的文化輸出 不同的國家紛紛要來學習 而不同國家 任何風土人情 任何特產 都要紛紛來到我們中原來進攻 我是很希望 在我有生之年 能夠重新見到這樣的一幕 我很希望見到的就是 中國人 尤其是在如今的世代 更加要將我們的技術 輸出 令到不同國家的人 折伏我們的經濟實力 能夠遍佈這個世界 不同的主要國家 去到哪裡都好 所有人 看見中國人 都知道這些人 又有錢 又有知識 又有科技 而最希望 甚至做到在品味和禮儀上 都是極之高尚 雖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做到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 在一個有生之年 能夠做到 但是要達到這樣的影響力 單憑一些狹窄的民族主義 所國主義 排外主義 是絕對不會成事的 因此我們新潮民這個台 一向都是講國際的大事 尤其是去到華為贏蘋果 不過如今這個2024三折肌 這些新聞 我們是報道得不亦落乎 非常之痛快 早一陣子我去了深圳的前海 做了一些科技網媒的考察 而同時我也都親身見到 就是我之前純粹在新聞見到 就是來自韓國、日本 那裡都有不同的考察團、學習團 特意來到中國的深圳、上海等等 北京的等等地方 你去進行這個數字媒體、網商、網店 內循環經濟完全數字化的 這個科技考察、學習團 我之前的新聞就看到 但是在我去前海 進行這個科技網媒考察的時候 我也同時間在駱馬洲 我也同時間在深圳灣口岸 那裡巴士站那裡 就看到一團一團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來進行科技的考察 這件事我看到非常之安慰 回應我們網友的一些問題 就是很多人問 就是關於我們推廣 去日本那裡來採購民宿 來賺他們旅遊業的錢 說到入場門檻非常之低 說到租金回報很容易就能夠得到 那怎樣的情況下又賺 那會不會虧 怎樣的情況下又會虧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這麼好賺 這麼容易能夠找到的話 為什麼日本人會益我們 會益其他人 世界各地的集團 在這裡插針 那我現在在這裡回應大家 首先昔日有些人 他們購入日本的物業 他們是錢的原因 因為首先 他們純粹為興趣而購入 而沒有想到 日本的物業維護費 和維護的標準是相當之高 如果你租出去 是沒有這樣的流量的話 你是賺不到這樣的錢 所以我們多番強調 一定是用2017年之後的民宿法 來經營民宿用日租 才可以賺到那個可觀的租金 如果是用月租的話 就做不到的了 又或者一些很少數個別的地區 才做得到 而另外就是 既然日本有這麼龐大的 旅遊業的需要 供不應求 每年有超過三千萬的遊客 那為什麼他們不自己 開民宿來做 為什麼要益我們 的原因呢 就為大家解釋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日本這個民族 現在去到一個怎樣的境況 首先日本人大部分 是不願意創業的 因為他們極度依賴 一間企業和行業系統 而他們也都被企業的福利 這個房屋的津貼養爛了 還有就是日本人 經歷過90年 美國善他們一個 非常之嚴重的廣場協議之後 他進入了迷失的30年 他們對購入房屋這件事 是一個很強的抗拒 而除此之外 他們也都因為企業有很強的房屋津貼 所以他們習慣了在這個津貼底下 這個補貼就租屋住 日本這個國家 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嚴重需要依賴旅遊業 來維持民間經濟的一個國家 日本有很多適合的龍頭產業 都已經漸漸被中國取代 日本的科研科技 也都被中國遠遠拋離了 而日本如果他不是因為有些偏遠的城市和鄉下地方 來拉一個平均數 他那個出生率可能還低過我們香港 因為日本有一半的年輕人 男性就選擇躺平過簡單的生活 有四成的女性選擇不結婚不生育 因為他們全部對未來就沒有什麼希望 他們都沒有什麼幹勁 所以日本這個地方就在吃一樣東西叫老本 就是在享受他們遺傳下來的日本文化 來賺旅遊業的錢 日本這個國家極度需要旅遊業 來維持他的國家的民間經濟 有大量的內地民宿和公寓式酒店的集團 其實早就已經插針在日本的大阪 新加坡集團、韓國集團也都有 台省的也都有 香港的也比較少 但是所有認識這個市場的集團 都知道日本如今的狀況是機不可失 如果想進一步了解的話 一會兒在格仔做完旅行廣告之後 大家就可以繼續聆聽相關的介紹 今天我的節目分享暫時來到這裡 在節目結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來親自介紹一下 新潮民 來自11月20日至10月22日 為期13日的東北之旅行程 究竟我們所玩到的行程究竟是什麼 由於今次的東北之旅 是由我格仔親自設計 所以今次的東北之旅所涵蓋到的範圍 並不是一般外面的旅行社所找到 在這裡容許我花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當中豐富的行程 首先這個旅程由於是我親自設計的關係 因此今次的東北之旅 是比較著重於人民以及文化和風景為主 首先第一日我們就會由香港直航去到大連 第二日就要準備正式開展我們的旅程 先會去到位於中國和朝鮮邊境的城市丹東 來看看在當年康美援朝期間被炸毀的鴨綠江大橋 在那裡我就會事先預備定一張特意曬出來的照片 這張是一張黑白照 上面就記錄著當年美軍軍機的炸彈 去到炸毀鴨綠江大橋的那一幕 我就會把這張曬出來的照片 在鴨綠江大橋手持著然後拍下來 參觀完鴨綠江大橋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參觀一艘軍艦 這一艘由解放軍已經退役下來的丹東艦 我們可以登上這艘船作出參觀 而當中我也會親自介紹到艦上的設備 以及相關性能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丹東市的安東路街 來體驗當地的民族小市街 去到這裡大家要留意我們全程所入住的都是五星級標準的酒店 之後第三天我們就會去到另一個重頭戲 就是丹東裏面的擴美援朝紀念館 在這裡是全面反映了當時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擴美援朝 期間的那段艱辛的歷史 以及如何利用到相應的戰術來戰勝到 在擁有絕對優勢武器裝備情形下的美軍 在這裡我們可以完全回顧當年的歷史 之後我們就要準備一段比較長的車程 因為我們將會進入到很出名的長白山 開始進入長白山景區 在經歷完這段比較長的車程之後 我們就特意安排到 在當晚就入住到長白山景區當地的溫泉酒店 來感受一下長白山附近非常出名的溫泉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上面鬆一鬆的人 來緩解一下這一程比較長的車程 然後到第四天 我們就會登上中國東北的第一高峰 也就是長白山上面的山峰 來到遠跳到很出名的長白山天池 在這裡我就特意選了從長白山的北邊 也就是北坡那裡上 原因就是上北坡是最容易的 基本上來說就有園區裡面的環保車直達 就可以上到坡頂那裡盡覽長白山天池的風景 然後在看完天池 也可以上面遊覽一下長白山景區裡面的長白瀑布 小天池 陸淵潭景區以及聚龍溫泉群 之後我們就下山 到第五天我們就會出發到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裡的延吉市 在途中我們就會經過一個叫做大關東文化園的地方 由於長白山除了在歷史上來說 遍佈著朝鮮族以外 也有另一個我們相當熟悉的民族在那裡居住 這個民族就是滿族 而這個大關東文化園在1200年前曾經是渤海國州府所在地 也是滿族祖先的法園之地 在這裡參觀到滿族的大院 了解一下滿族的民族文化 還可以在那裡親手參與到挖人心 來拿回家也行 然後我們就會來到延吉市歷史文化博物館 作為中國的少數朝鮮族究竟是怎樣的呢 要了解我們中國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 就一定要來到延吉市歷史文化博物館 從中大家就會了解到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究竟是怎樣的 也了解到一段其實朝鮮族在抗日時期 都對我們國家有莫大貢獻的一段歷史 及後我們也會去到中國朝鮮民族園 去那裡聽一聽關於朝鮮族文化的故事 亦可以上面有興趣的朋友來穿一穿傳統的朝鮮服裝 來打卡拍照都可以 去完比較古老的村落當然就要出去一些現代的地方 我們也會參觀到位於邊境的延邊大學 當中有一個全國現在都非常文明的網紅場 其實這裏是延邊大學的校園範圍 從我的樣子看上來真的猜不到 到時一定可以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之後去到第六天的時間 延邊東方水上市場去看 在這個水上市場裡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傳統的朝鮮美食 亦可以看到在不出國的情形下 就仿如去了朝鮮一樣 感受到不同的異域文化 在延邊東方水上市場這裏所帶來的這種文化衝擊 都令我留下很深刻的體會 再之後我們就會去到很特別的 位於中國 俄羅斯 以及朝鮮之間的一個邊界地方 這個邊界地方我曾經在節目裏也說過 現在來說東北缺少了一個出到日本海的出海口 這一個我們眼見都看到只有一步之遙 但偏偏又出不去的地方 就是這次我們將會去到的圖門江口岸 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俄羅斯與朝鮮之間 就有一條鐵路大橋 剛剛閘著我們圖門江的出海口 因此比較大一點的船隻都不能通過圖門江口出到日本海 在這裏我們記得出發前一定要帶一個望遠鏡 因為整個旅程包括這個景點也很有可能可以看到對面朝鮮的一舉一動 來解開一下這個神秘的角度 看一看朝鮮那邊究竟那些人在做什麼 他們有什麼佈防呢 帶著望遠鏡去看的話 相信會看得更加清楚 經過了這一天位於中俄朝邊境的旅程之後 我們在第七天的時間就會回到吉林省首府長春 來遊覽魏滿洲國的皇宮博物館 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末代皇帝溥兒在被趕出紫禁城之後 就踏上了當時的日本 然後在日本皇軍的墨距下 就成為了當時日本侵略東北的一個魏滿洲國的皇帝 而在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當時魏滿洲國皇帝溥兒辦公和生活的地方 也可以見證著當年日本武力佔領東北當中的罪惡 以及看到當時溥兒這個魏滿快女政權如何賣國求榮和扭曲的宮廷生活 在參觀完這個魏滿洲皇宮博物館之後 我們就去到其中一個獨家的景點 這個獨家的景點是經由新朝民特意安排 不是人人都能入到的一氣紅旗文化展館 顧名思義這裏就是展出了我們經常在類似月兵式 或者國家領導人要出行的時候 都會坐上的紅旗排汽車 就會在文化展館裏看得一清二楚 揭開神秘的一面 這個景點平時一般人是進不到的 是經過我們的特意安排才能夠為大家去到這個景點 再之後我們就會去到長春 近年有一塊非常火紅的打卡點 一般的旅遊團就肯定不會來這裏 講的就是一個叫做 謝宥山The Hill的一個造型很特別的商場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造型就好像仿照一個古代的中國式建築 依山而見的很多舊風格古代的中國店舖 就依山而見造型相當特別 拍照出來也特別漂亮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長春的地標 也就是有長春眼知青的摩天輪 來感受一下現代長春的一面 然後來到第八日行程另一個高潮也來到 因為我們將會出發到遼寧瀋陽 在瀋陽市我們會逗留三天 因為實在太多東西玩了 所以另一個高潮將會掀起一抵達瀋陽的時間 我們就會來參觀到全中國第二大的古建築 這個就是瀋陽故宮 瀋陽故宮當時是住了清太祖魯爾哈赤 以及清太宗黃太極的一個宮殿 就在滿清還未正式入關之前 兩位清朝的皇帝就是住在瀋陽故宮 當然瀋陽故宮為何排第二大的全國古建築 因為第一大的全國古建築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猜到 其實就是北京故宮 所以瀋陽故宮是排第二的 他也是中國關外唯一的一座皇家建築群 然後在參觀完畢以後 我們就會去到張學良的少帥府 張學良作為當年有東北王之稱的張作霖 也就是這位奉系軍佛領袖的兒子 後世人對他的生平有煲有貶 在這裏我們親自看看當年張學良在東北生活的痕跡 究竟是怎樣 然後去到第九天 來到東北當然不能錯過 看這個很出名的東北府 這個行程也是我格仔 特意安排給大家 就去到一個有別於動物園的 命名為怪波東北府園的園區 讓大家近距離接觸半野山的東北府 這裏的東北府有別於一般動物園的東北府 由於是半野山的關係 所以是特別精神特別威猛 夠膽的朋友還可以親手試試 一嘗親手為東北府的滋味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另一個重要的博物館 這個有大量珍貴文物的博物館 就是遼寧省的博物館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珍貴的文物 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其後我們就會去到一條非常有特色的街道 這個就是滿清的一條街 它的外貌同樣都是非常有特色 而且這條古街都是以飲食為主 來讓大家感受一下東北獨特的飲食文化 當地文化是究竟怎樣的樣子 再之後我們就會去到我們這個行政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瀋陽飛機航空工業的博物館 瀋飛航空作為全中國軍事界頭兩強的飛機製造中心 全國來說不是成都飛機製造中心 就是瀋陽飛機製造中心 而這次我們也有幸來到瀋飛航空博物館 去了解我們中國的航空軍事工業 從零到今天究竟是怎樣演化過來的呢 而在這段行程中也有我隔離親自去到瀋陽飛機 航空工業博物館為大家親自介紹 因為我熟悉軍事方面尤其是解放軍的裝備 相信都會為大家帶來最直面的第一手資料 當我們看著戰鬥機的那一刻 我就可以親自和大家說當中的性能當中的武器裝備 亦都可以順便傳授更多軍事知識給大家 然後我們也會去到在晚上的時候 就特意安排大家去到參觀瀋陽市其中一個 已經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市場 它就是叫做北市場 在近年亦都因為興復古的關係 所以北市場亦都經過一定程度的革新 結合股金的文化 令到它帶出別有一番風味 旅程來到這裡的時間 我們要留意 在瀋陽我們會住在同一間酒店 是住三天的 那就不用大家搬來搬去 玩得那麼頻朴那麼辛苦 還要全程都是五星級的酒店 去到第十天的時間 我們就一於玩盡它 參觀的景點也是同日裡最多 作為工業種地的東北 其中有一種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當然就是鐵路 我們就會來到瀋陽鐵路陳列館 來看看當年全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地區 火車頭的生產 不同型號的中國製造火車頭 究竟它的數量有多繁多 一次過就會在火車陳列館裡 全部被我們看到 之後我們也會參觀《中國人永遠的痛》 也就是《九一八事變》裡的歷史博物館 然後我們也會去到一個 位於當地比較有特色的教堂 由於東北地區 早在100年前已經是大量的列強 以及境外勢力都侯住的地方 所以其實中國東北有很多不同遺留下來的列強痕跡 我們都可以看到 有西方式的建築 有俄羅斯式的建築 也有日本風格的建築 當然東北鄰近朝鮮 再加上有我們自己屬於中國東北的特別文化 因此我們全個旅程所看到的建築物 是形形色色各種風格不同的都有 這個教堂就是其中之一個 當然去完這些比較西式的建築之後 我們當然要看屬於我們中國的建築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北寧公園 北寧公園是什麼地方 這個就是清太宗皇太極 以及皇后的一個寧墓 也是清初關外三菱裡規模最大 氣勢最宏偉的一個 現時是全國重點文明的保護單位 再之後我們就會去到第十一天的行程 就會來到其中行程裡的一個國家級5A景點 本溪水洞是目前所發現到世界上第一場地下沖水溶動 也都被譽為北國一寶 天下奇觀 亞洲一流 世界罕見 以上絕對沒有誇張地說 因為它的中雨石其風多達上萬個 絕對是只此一家 在這個世界都很難再找到有第二個 由於大連複雜的歷史背後 在這裡同樣地就有我之前所說到很多不同風格的建築 我們第一時間去到大連的時候 就會先看這個俄羅斯的風情街 再看看有沒有時間去到旁邊的日本風情街看看 之後去到第十二天 就來到旅程的另一個超級高潮位 大連這個地方之所以在歷史上成為冰家必爭之地 就是因為大連的呂信港口這個軍港 它擁有得天獨口的獨特戰略位置 所以在這個旅程裡我特意安排到大家去參觀大連的呂信港軍口 首先我們就會去到呂信的潛艇博物館 來到親身登上一艘退役的解放軍潛艇 這個機會我相信不是到處都能夠擁有可以登上解放軍退役的機會 然後我就會帶領大家去到呂信港軍口附近的一些地方 去到親身看看在現場所停泊到的解放軍現役軍艦 當然我們就要看看好不好幸運 幸運的話分分鐘還會見到解放軍最新最大型的驅逐艦 也即是055大驅 不過不幸運的話 我們都可以起碼看到現役的解放軍主力藍隻 例如是052D的中華神盾驅逐艦 以及是054A的大型護衛艦 相信在那裡都應該能夠捕捉到現場的身影 連同多艘不同類型的解放軍艦 希望到時我們就愈見愈多 我在現場也會為大家親身解說這些軍艦的性能以及它的用途 連之後我們就會去到大連的自然博物館 當中這裡的行程重點就是 有四條同等大小的鯨魚模型 就來給大家零距離感受一下 究竟鯨魚作為全世界最大的生物 如果放到在我們面前 究竟會有多震撼 當中就包括到抹香鯨 蘇鯨 以及一些怪魚的模型 也會來到零距離在大家面前出現 那種視覺的震撼是很難在這裡形容的 之後我們就會安排到大連的海昌東方水城 這個充滿著俄式風格的一個建築群 就能夠去到這個充滿俄式風格的地方 參觀或者拍下它的夜景就對了 當然也有人說 貫穿這個城的一條河 相當有威尼斯的風格 見仁見智 總之那裡的景色晚上看就對了 之後大家臨走之前 去到大連商業街那裡大肆購買手信 並且吃一餐好的大連海鮮自助餐 再睡一晚好的 接著就去到第十三天 在這一天經過一輪早餐之後 我們正式就會從大連直飛飛往回香港 就來到結束我們今次東北十三天之旅的行程 在這裏再次提醒大家 整個的行程也有我格仔陪同大家隨團出發 做大家最熟悉的一個團友 來陪大家來玩這十三天 如果大家對以上的行程有興趣 就不要想了 快點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再說一次 是WhatsApp加852-6828-7447 聯絡這個WhatsApp去到查詢行程 報名 希望到時就見到大家 和我格仔玩進這十三天的東北之旅行程 最近很多人問為何我們新潮民搞了一個大阪民宿考察體驗團 要解答這個疑問 就要從疫情開放的時候 剛剛說起了 自從在病情開放的時間 我們就做了很多線下的活動 而在線下的活動裡面 很多網友都來徵詢我們一些投資的意見 原因就是因為自從在病情開放以後 我們香港或者中國的一些股票和樓價 都相應下跌了很多 因此網友就感到有一定的困惑 就走來問我們相關的意見 其實我早在一年多前 就已經去到勸我們的網友 如果你手上持有多餘的投資物業 不是自住的 就最好盡快脫身 盡快買了去 為什麼 因為樓價不會一直上升 始終都會有下調的一天 而且中央也都已經一早說明 香港的樓市是需要有健康的下調 試想一下我們經歷了由2004年到2024年 已經20年的樓價升幅了 所以調整是在所難免的 而且這次的調整期 是會經歷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我預計起碼也要五年 意味著中港樓市的下行 要實現到像我們以往 去做收租佬 穩穩定定 磚頭致富 起碼要等多再五年之後 才能夠去到入市 去到購買我們的中港樓宇 因為原因很簡單 現在買的話就必定會選手 因為不是最低位 還會調整下去 而問題就來了 在這段期間 我們怎樣 來將我們手上多餘的資金 去到好好運用 去增值 以防只是放在那裡 被通脹蠶食 或者貶值 怎樣防止這件事 究竟有什麼項目 在穩陣之餘 又可以帶給我們一個相對高的回報 是股票 是金融工具 這些都是一些風險比較高 而且上落比較大 投資難度技術比較高 不是太適合大眾的東西 多數來說都是會輸多贏少 不用怎麼想 所以唯一比較適合大眾的投資產品 都是物業 因此為了解答網友的這些疑問 我們最近在這一年多的時間 都去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去作出考察 考察一下全球不同的物業市場 得來的結論就是 縱觀全球的物業市場 如果只講回報和基本因素 當然是不談論政治 這樣計算的話 我們得出來的結論就是 投資日本大阪的民宿就是最適合的了 我預計這五年裡面是可以獲得接近一倍的回報 為什麼呢 不是無中生有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日本的樓價已經跌到一個非常低殘的水平 而且已經在這個低殘的水平裡面 走了一大段的時間 現在正值就是剛剛回升的週期 進入上升週期 已經開始止跌回升了 這是第一個因素 而第二個因素就是 日元的匯率去到前一段時間 就是去35年裡面最低的匯價 也就是意味著現在入手日本的物業 就等於已經打了一個五折一樣 以後單不計物業的升幅 只計匯率的回升 就可以獲得額外三成的回報 而且最近日元匯價已經慢慢上升 這個因素就是因為美國正在減息 日本正在加息 而且這個趨勢是會長期的 在這五年內將會走著這個趨勢 這是第二點 而第三點就是 從我們新聞都會看到的一些資訊就是 就是全世界的遊客 都不知道為什麼 紛紛去到日本那裡旅行消費 而且旅客數量不斷地創新高 因此日本現在將會有龐大公不應求的住房需求 這個也是理好了民宿的回報 當然的 還有就是為什麼要選日本的大阪 因為大阪 接下來會在2025年有細博會 還有在2030年也會建設一個大阪賭場 綜合以上的因素 我認為在全世界的範圍裡 單計投資成效 不說政治的話 這個是一個能夠帶給我們穩陣 而且能夠提供一定回報升幅的投資物 這個時間有人會說 這就等於益了日本人 我們將錢放在他地方 投資在這個地方 其實概念是剛剛相反的 我們不是永遠將資金放在日本 而只不過是利用這五年資金空閒的時間 就將錢放在這裡 賺取它的租金回報 匯率回報 物業日後升值的回報 然後在五年以後 將這些投資標賣出的時間 我們就會將資金重返我們的中港兩地市場 到時候你想去大灣區玩也可以 去到那裡置業也可以 去到香港置業也可以 因為到時候 我們中港的樓市已經跌定了 但同一時間 我們的資金在日本那裡已經翻了一番 這樣才是智慧的投資 簡單來說 我們在這五年時間裡 在收割日本的旅遊業 當然我們這種收割不是猶太人或美國人那種收割 而是善良的收割 因為我們不會霸佔這些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搞了一個大阪民宿投資體驗團 透過你自己親身實地考察 而不是單聽我說 去到當地你就會親眼看到 日本龐大的旅遊人數 以及住房需求 從而就了解到 我們這五年的穩定投資回報 所帶到給我們的並不是空月來風 也都上面透過今次的實地考察 也都可以破除到很多坊間之間人運益運 對於日本民宿投資的迷思 以及誤解 投資是不會說政治的 我也都不會建議我的網友 投資是說政治 因為這樣只會損害的是自己 資金是聰明的 市場只會說供應和需求 其實我早就已經在2014年10年前 就已經有投資在日本的物業上 但是當時我投資的日本物業 只是普通放租 並不是民宿 如今這兩個物業我已經放了出去 轉移回一些資金 投資到大阪的民宿裡面 所以日本樓宇穩不穩陣 或者那些什麼天災人禍地震那些 究竟有沒有影響到物業 我是本身很清楚的 當然這些就是坊間的其中一個誤解 所以你必須要來到 去親自看看 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都可以上面吃喝玩樂一番 去放鬆一下 今次這個活動我們稱之為大阪新潮民考察遊玩之旅 在現在目前的情況 來自新加坡 中港台三地 韓國 馬來西亞 總之有實力的公司 全部都插針在大阪那裡 來賺龐大的旅日遊客的收益 而我和格仔更加有幸 被其中一個有實力的集團邀請 成為如何令民宿脫榮而出 就打造主題式民宿的項目顧問 我們被邀請去提供最新潮的建議 考察團時間就是五日四夜 時間就是十月三日至十月七日 那麼這個團最棒的地方就是 我們一半時間就去考察 去了解由買地去到地盤 起樓和民宿經營的做法 去實地考察和實地感受 還有一些現成的民宿經營 也都可以讓你親身去感受一下 然後再起考察的過程 選擇和扣入最適合自己的物業組合 而另一半的時間 也都會陪同大家來吃喝玩樂一番 會帶大家去不同的景點 例如說 內涼到餵下鹿仔 去一下德川家康和風神秀吉 都駐紮過的大阪城公園 更加不少得去深齋橋 杜頓骨這些旺區 去感受一下人流衍生出來的商機 但最重要就是我們最喜歡的飲食方面 就是我們挑選了曾經起日本招呼G20 各國外長的國燕級料理 另外就是去吃著名的蟹道樂 更加不少得吃出名的神戶牛 日本牛的燒肉 火鍋等等 而且最棒的地方就是 這個不是一個團 因為我們沒有收大家的團費 所有大家所出的費用 都是給自己的機票和酒店 而大家出機場的一刻 我們是有名車來接送 當中的安排和帶領 都是我們免費送給大家的 有興趣的朋友 請聯絡這個電話 Whatsapp我 為甚麼Whatsapp呢 因為要有文字的記錄 再說多次 6031633 不會一團名額只接受20人 所以手快有就手萬無 我推廣這個活動就是一個原因 因為是來自我一個遺憾 在我小時候 就曾經非常之留意 關於物業、金融市場的事情 希望有一天 我長大的時候 存到一定的資金 就可以加入這個市場大展拳腳 可惜到我三十幾歲 有足夠的資金可以 希望去學一下 在市場發揮的時候 已經是不適合時候了 但是就讓我瞇到另一個市場 就是剛剛開始發展 大把這個地方的發展潛力 才剛剛開始 各大的集團現在才開始進駐 而且入場門檻非常之低 民宿來算 二、三百萬 就可以有一個非常好放租的民宿 租金回報也遠遠比香港高 所以過去年多 我都不停推介這些東西給我們網友 而現在就在這裡推介給大家 再說一次 電話是6031633 6031633 有興趣的盡快WhatsApp 那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就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拜拜